下架吳思淮 我们一定要把庆州立委下架哪个号码啊 1月10号永远的算票 下架吴思淮 民进党选前炮火集中一致主打的下架吴思淮 现在随着大选尘埃落定 吴思淮确定进入国会 未来办公室也巧巧抽好 但就这么巧他的新邻居可是他 说过话都会被检验啦 我觉得政治人物到一定层次的时候 对自己说的话要想将来被检验的时候该怎么回答 炮轰来因向来不手软的民进党立委王定宇 选战期间也多次主张用选票下架吴思淮 原本的邻居现任民进党立委郭正亮 空下来的办公室就刚好被吴思淮抽到来接手 未来从王定宇到吴思淮两扇门之间 恐怕将成为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王定宇委员的隔壁我觉得非常好啊 选举是选举 选完了我们大家要善尽立法委员的职责 如果摆在隔壁我觉得更方便沟通协调嘛 而原来王定宇的邻居 国民党立委蒋万安下节要搬家了 从青岛一管移到现任立委黄昭顺的办公室 至于严宽恒目前的位置 则将改为陈玉珍来接手 跟国民党立委林一华当邻居 陈玉珍的办公室也很抢手 马上由民进党立委于天入主 堪称慎选福地的青岛一管 宽恒委员在办公室旁边那个会议是比较大 那我们为了我们是为了协调方便 那福地当我们相信其他我想都是福地 福人居的地方都是福地 虽然新的会期2月1号登场 立委办公室也提前大风吹 但王定宇无思怀成为民服其实的冤家路窄 未来能不能变成相看两不厌 成为国会开议后的新亮点 谢谢李孟畅 你会去台报道 谢谢李孟畅